今天我带大家去我们家乡的风电厂去 虽然今天有点晴 但是山有点高 就是海拔有点高 还是有点冷的 今天我穿了毛线衣裙 现在出发了 走吧 走啦 好 上车啦 我们现在准备上山了 我们现在在山脚下 因为这个山路有点陡 然后路程有点远 可能这段路有点不好走 我已经看到那个 那个叫什么 风扇 对 风扇 现在我们已经到那个山脚下了 你看 好漂亮啊 是不是 感觉马上到那个山里了 好兴奋 在这路上碰到一群羊 要过马路 这上面喂羊 真的是态势而不过 这边 这里时不时还是有人到这里来的 都是来看这个风扇厂 很漂亮 这个高山上面 哇好美 非常漂亮 哇 终于到了 开的有差不多 快一个小时的路程了 哇好漂亮 特别是这个柱子 柱子上面 天呐 好大呀 你看 来我们比一下吧 来 做个对比就看得出来了 有多大 有对比就有伤害是吧 你看 小心点啊 你应该没电吧 那里 至少是别进去了 对 你看这个好响啊 哇塞 我们终于到了山顶了 对吧 七三五南头到 看一下这里还有 哇好美啊 给大家带来最美的风景 再冷都无所谓了 好大的风扇 虽然我也是通道的人 但是呢 在这上面呢 我还是第一次来 今天呢 来的可能有一点点晚了 但是拍到有一点点夕阳 然后这上面呢 海拔有一点高 一点冷 宝宝今天穿了很多 然后本来是想跟大家拍的 很完美的夕阳 给大家看的 注意啊 但是拍了一点点 虽然上面的冷 还是带了很好的美景 给大家看一下 冷不冷啊 不冷 你说爸爸 我会想的 看 你 哎不 上面还是太冷了 等一下就回去了 太冷了 你看宝贝包成这个样子 还是好车上有个 你说爸爸好冷了 我们要回去好不好 走了回家了 太阳下山了 我们要走了 上面真的太冷了 现在也是傍晚7点钟了 我们也准备下山了 还有一点点的霞光 天空特别的漂亮 现在可以看到 风电厂的风扇上面有红光 应该是防止飞机撞上去的